豆茶 从这里推断出自古以来 僧人便多爱茶、试茶 并以茶为修身净律之旅 所以也有了自古明寺出明茶的说法 佛门寺院持续不断的茶室活动 对提高明饮技法、规范明饮礼仪等都广有帮助 在南宋宁宗开喜年间 经常举行上千人大行茶宴 并把寺庙中的饮茶规范 纳入了百丈清规 近代有的学者认为 百丈清规是佛教茶仪与儒家茶道相结合的标志 中国人对茶的认识虽然很早 但真正以茶为商 形成风气却很晚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在主修开源文字阴迹时 才将土减去一笔变成了茶 而唐代阳业所著的中国烹饪古籍 从堪不移 名叫善夫经首路说的就更明显 开源天宝稍稍有茶 智德大利遂多 建中以后圣矣 我们再说说白茶 白茶 它也属于六大茶系之一 属轻微的发酵茶 因其成品茶多为丫头 满批白豪如饮四血而得名 由于白茶的第一局限 它产量少 因此以前多为出口茶 然后近年通过科学的实践 白茶它具有清热退火 三酱三抗的医疗保健功效 所以才开始在国内展露头角 我国的白茶主要产区在福建的福鼎 郑和松西建阳 以及云南的景谷和江西静安等 制作白茶的数种 有福安大白 郑和大白 福鼎大白 福鼎大豪 水仙 以及小菜茶和云南的景谷大白茶等 白茶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白茶两字的清晰解释 去历史考证 最早是鉴于宋威宗赵杰 所写的大观茶论中 距今有九百余年 书中有写 白茶自为一种 与长茶不同 齐条夫缠 齐叶饮保 伶雅之间 偶然胜出 虽非人力所可知 书中你说的白茶 是早期产于北苑玉米茶山上的野生白茶 玉培在哪呢 北苑在哪呢 大约是在如今的福建省建欧市市区的东北方向 东风筝 应该地啊 它处于闽东的北部 故称北苑 但白茶两次最早的出现 这里面和开头所说的白茶的清晰解释有不同 他又能往前追溯 追溯到了唐代 鹿语的茶经 这个经书中有写 永家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 书中的永家 据历史考证啊 位于现在 浙江省东南部温州市的下辖县 从地理位置上看 大约